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媒体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赵梅依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新闻发布会 第一届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是由马中文化艺术协会主办 吉隆坡武术总会及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联办 同时获得中国驻买下大使馆,成为大会支持单位 其他写办单位也包括吉隆坡法新艺术团,马来西亚武术总会 中国河南省武术协会,中国广州体育大学武术学院 新加坡国际武术文化交流中心与马来西亚太极拳总会 大赛是以短片作为媒介,致带提升各界人士对各国文化以及中华武术的兴趣和关注 借此宣传武术文化运动,推展中华武术为全员运动 在发布会开始之前,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本书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由第一届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工委会主席兼马中文化艺术协会副委长姚迪聪先生 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洁兴 大会副主席吉隆坡武术总会署理会长拿督林洪玄 工委会总策划兼吉隆坡武术协会历导长黄金水先生 总协调陈奈书先生 精彩组主任林佳琪先生 以及宣传组主任梁志华先生 接下来我为大家念出百天大使 为这个活动大使提供的记忆内容如下 布丁翁吉兵固子格维武 由中国文化孕育而生的中华武术 存在着中华人民千年文明 寻他着炎黄子孙不屈不饶 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精神 今天有华人地方就有中华武术 历经熟代海外华人华侨传承 发扬与创新变革 兼由海纳百川舞者胸怀 中华武术不分族群信仰和国界 在世界各地扎根并蓬勃发展 在国际舞台大放异财 马来西亚与中国一水之隔 处于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中华文化自宋朝记 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并保存资金 一千多年以来 马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 从未中断 从川栋武馆的成立到武术总会 从开班搜图的推动到武术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普及运动 马来西亚华人传承了中华武术文化的根脉 并加以发扬光大 使之成为当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之一 可谓鞠躬胜伟 2020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甚至了人们的热场活动 但却阻挡不了武术爱好者对中华武术的热忱 也阻挡不了人们对文化交流 民心相通的热切渴望 由马中文化艺术协会主办吉隆坡武术总会和吉隆坡中华文化中心 联办的第一届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 汇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武术机构 通过视频的形式在线上以武汇游 齐心协力传播中华武术文化 传承舞者尖锐精神 鼓励在疫情期间 艰苦奋斗人们 以坚强意志和正能量思维来迎接一切挑战 我相信这场活动定能成为一场悬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埋下多元文化的闪亮新影片 感谢活动主办方为弘扬中华武术精神 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辛苦与努力 预祝此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下面有请工委会主席 杨吉聪先生发言 在此我仅代表马来西亚文化 视频大赛 新冠状肺炎疫情 肆虐 已经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习惯 众多需要面对向人群的文化艺术项目跟 因而陷入了停顿的状况 许多生活文化和比赛更不得已取消或展颜 我们一直在思索着如何在这个新状态的环境之下 继续能够推广文化艺术项目 将博大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催生了这场注入创新严肃的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 只是视频大赛将武术和高科技结合 让世界各地武术爱好者 透过革新比赛的方式公平竞争 继续弘扬武术文化 透过自拍短片视频的方式呈现武术表演 并录入参赛者所在地的文化特色 将可引起更多民众的关注 感受武术运动的魅力 从而吸引更多人投入中华武术运动 这场大赛公开给全球各地的武术爱好者参加 参加者可以透过团体的方式在本院内报名 并在明年第一季提升教授武术视频作品 我们将在明年五月公布得奖成绩并进行颁奖仪式 在此呼一各地的武术爱好者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 踊跃参与这场充满意义的比赛 共同努力将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发展 追向更好的一个高峰 谢谢各位 谢谢姚提宗先生 接下来我们有请大会共和会总策划黄金水先生 为大家代表来自金融波武术总会的信息 各位早上好 我这里是代表金融波武术总会会长 达斗管保达先生的这个致辞 中华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那么几千年来的这个传承 形成了一项具备中华文化特色的体育运动 那么今天的武术虽然是源自中国 但是是属于世界 2020年是灾难性的一年 新冠肺炎突然爆发 令到全世界都措手不及 人民的生活作息受到严重影响 造成全球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控制疫情 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受到强制性的限制 包括体育活动 连东军奥运会都不得不也展言举行 在百业萧条的情况之下 马中文化艺术协会 就连同了吉隆坡武术总会 以及中国文化中心 共同发起了这一项 结合了武术文化艺术和网际网络 高科技医生的这个新型赛会 以其带动国内外的武术文化的步伐 我们知道 电影是传播文化的最佳途径 在70年代的时候呢 武打电影就通过了电影 把武术介绍到全世界而复迷失 令到世界上开始对武术 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们也希望 借第一届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 通过全球所有的武术爱好者 让世界更了解中华武术 以及各国的文化 以及风土人情 达到促进世界人民 对武术文化有更深入的印象 通过武术文化的比赛 我们祈祝各国人们 更了解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 同时以视频方式 推展各国的风土 民宿民情 建筑特色风格 影视文化 通过视频 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为世界和平做出免疫 我们也以期待的心情 让参赛者通过镜头 以自由开放的作风 创新的风格 尽情呈现心目中的武术文化 在人们的视线中 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的武术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也是我们的期许 愿我们一起努力 为国际武术文化 奉献一份心力 谢谢各位 谢谢黄金水先生 接下来我们有请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组 张杰鑫主任发言 首先感谢各位媒体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那么我要感谢主办方马中文化修学会 邀请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 作为这次活动的联盟单位 因为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 今年1月19号正式接牌 实际上真正的正式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 所以也是感谢各方对我们的信任和厚爱 我们也就信任接受了 希望在未来的不到半年的赛事期间 我们能够共同合作 扩大这个比赛的影响 作为这个年办单位之一 我觉得这个这次比赛可能有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它是 应该是马来西亚举办这种 武术和文化相结合的 第一次举办武术和文化相结合的 这个国际赛事 因为武术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它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传承到今天 我想它不仅仅在于 它作为一种强身健体也好 或者是竞技体育 或者是这种防身 自卫防身也好 我想它最重要的可能是 还是它背后所蕴含和承载的这种传统 中华的传统文化 以及在这种文化 这种熏陶下所形成的这种 我们叫情感和文化的一种共鸣的 这种集体的一种记忆 这种集体记忆 我想是这次我们举办 这个国际武术文化大赛的一个核心 我们所要宣传的 我觉得它也是对这种武术文化 传承和弘扬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在吧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它可能也是 也是吉隆坡中文化中心 我们第一次和马来西亚本地的文化机构合作 来举办这种国际性的比赛 实际上我们和吉隆坡中文化中心 和这个马中文化艺术协会 之前也合作过其他的项目 我们也是战略合作单位 伙伴单位 但是第一次举办国际性的比赛 还是我们的第一次 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武术 我觉得它在东南亚也好 甚至在全球来说 应该是发展的非常好的 应该是属于海外武术发展的 领头羊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助本土的力量 等于说是资源共享 然后共同利用双方的优势 共同来推动这一个比赛 最后就是我觉得这次 因为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它是线上嘛 为什么是线上 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因为这一年多来疫情比较严重 实际上很多的文化 应该说是文化活动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了 很多的文化活动都从要么就是被迫的取消延展 要么就是很多文化团体也被迫的就解散 很多活动也被迫从线下转到线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总会过去的 所以第一届呢 我们虽然是线上 当然线上有它自己的优势了 但是我们想将来可能因为有第一届就第二届嘛 还会有第三届一直办下去 将来总有一天会从线上还会转到线下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的那一天 因为武术我觉得面对面的交流也很重要 但线上的交流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线上和线下一起来共同的推广 那么作为这个年半党外 在我也是最后就是祝贺 祝祝吧 这次活动能够充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洁兴主任 接下来我们有请金赛组主任林佳新先生 为现场媒体朋友们汇报比赛 张洁兴 好 各位好 那么我在这里就简介的说一下 我们比赛张洁兴重点 那么关于本次比赛呢 他的参赛资格呢 是必须以团体名义来报名的 队伍的成员数目不限 可是呢 每个团队只可以递交一份参赛作品 参赛者呢 仅能够代表不超过两个作品 那么在作品要求方面呢 参赛作品必须设立一个题目 前提是 它不能够涉及任何宗教 政治还有敏感内容 那么参赛作品呢 我们将设定为 170至190秒之间 倘若参赛作品是 时间不足或者是超时的 我们将会 淘汰这一份参赛作品 或者是要求对方 做一些修改 那么 这个参赛作品呢 参赛者可以 以不同的表达形式 做一个主题 故事形式也好 蒙太奇手法也好等等 它们都可以 都没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比赛内容方面呢 我们是仅限于国际武术竞赛套路 中国传统武术套路 对面闪打 中国摔家机 太极推手 我们只接受这些中国武术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个参赛作品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团体介绍短篇 主要是介绍参赛团体的一个视频 那么 这一份作品是不能超过20秒的 20秒之内 要用很简洁的方式去介绍参赛团体本身 好 那么在这个比赛奖项 我们这里已经设立了 以下的一些奖励 第一个是最佳视频 那么在最佳视频这边 我们分为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还有优秀奖 还有一个最佳人气王 还有最佳人气甲 还有一个是最佳武术神仙甲 至于在这个评审准则方面呢 我们分为四个层面来评审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内容层面 占了40% 武术层面 技术层面 文化层面 各占20% 那么这个报名日期呢 作品的递交日期 我们是 定于2020年12月1日 一直到2020年12月31日 在这期间 参赛者有意参赛的团体可以报名 那么作品的提交日期呢 将设定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那么成绩公布方面呢 我们将会设定在2021年4月16日至4月30日 谢谢 谢谢林佳琪先生 那现场的媒体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吗 可以讲一下那个评审的结构吗 这个评审的结构呢 我们室里是有邀请了无数届的一些正规的国际裁判 还有在影视界里面的一些专业人士来进行评委的 这个评审是根据他的套路的水平还是拍摄的水平 好 这个评审呢 他的准则是以武术套路 他的水平 拍摄技巧 还有他的内容是否窃提等等 当作一个评审 对的 他的奖项不是有武术成像吗 有 有 有 那个是另外一个武术 最像武术成像这样 对 最像武术 我们是有在网上公开 来让大众投票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最佳人气王奖 就是最受欢迎的 得票者最多的 就是可以获得这个最佳人气王奖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十份 最佳人气奖 就是除了人气王最高 获得观众支持 我们还有另外十份奖 是给这一些获得票数最多的 这个我们补充一下这个人气这一块呢 我们四月份呢会 每一个星期都会公布那个 十大人气的那个排名 每一周我们都会做一个更新 然后直到这个 这个比赛的那个最后截止日期为止 之后呢我们就会公布得奖 得奖的这个作品 好那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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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